有两个选择,现在你手持的是39mm 另外你看到它是用的Grey 8的Super Luminofa Calvin,新牌子,法国牌子 我们好像未介绍过法国的手标品牌 应该都未了 这款牌子叫Yamma Yamma 是一个小众牌子,但如果是标迷的话 很多都认识这款牌子 这款牌子真是得来不容易 因为真的很难谈回来 恭喜 不是我谈的,终于有香港代理谈到它回来 不如让你先介绍一下这款牌子的背景 好呀,这款品牌在1948年已经发过一个小镇 叫做摩尔托亚,Mokto已经面世了 1960年代已经很威衰了 当时它是法国手标出口的领头 一年可以出口40万只手标 去55个国家 我们不要想像它那时是怎样做这个运输 总之就是肩抽 另一个很标志性的年份就是1967年 当年就是它第一个名牌子系列 Superman的第一只手标就面世了 这个手标有两大特点获得 真是很滑时代 57年前它竟然可以做到什么呢 首先就是Bassel Lock已经做到 目前水标最重要的分销 另外就是它是第一只法国300米防水的手标 其实这个牌子最特别是什么呢 其实在小众牌子当中很难有自家机芯 而这个牌子是由它自己研发机芯 它在2011年的时候已经研发了它们自己的第一只机芯 500是它最名牌子的系列 而这个系列就是正正用了这只Yammer2000的自家机芯 我说一下这个机芯有什么特别呢 其实这个机芯 它所有的部份和组装都是源自于法国和瑞士的 整个组装过程都在它自己法国的工作室里面 这个机芯可以做到走时正负10秒左右准备的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它能够去到42个小时 而42个小时其实比起Ether 224或Solita 200 都是多了4个小时 因为那两个牌子的机芯大约是38个小时的 让我由标面开始介绍一下这只标 首先它是用Sapphire Crystal 当然是很漂亮的规格 另外它的Bestle位是Aluminium 所以整个质感都很漂亮 另外它的标凝是有分39mm和41mm 现在手的手持着就是39mm 当然它还有大小型大大5mm 4mm板盆 另外就是它用的夜亮功能 是Grade A Superluminnova 500米防水 最神奇的500米防水质疙瘩很好 但錶殼竟然很薄,是11mm 你看到很多坊間500米防水的手錶 它的厚度都可以去到15mm、15mm 這枝算是非常薄的 Kennifer一拿錶上手就發現有一個賣點 我相信很多人買這個品牌都會因為這個特點而賣 就是它的錶帶 買這個品牌的人或是喜歡這個品牌的人 我想有兩個很大的主因 一,就是自家機身 二,就是錶帶 有點像蛇的圖片 市面上是否有很少問題 比較少 大部份人都會覺得這條錶帶是一個蛇文 我自己也覺得有點像輿論文 但都是一條很特別的錶帶 拿上手的感覺是挺良好的 這個錶除了現在你看到這個版本外 其實它還有一個特別版 它的特別版就是左的款式 就是這一款 其實它所有的規格都是一樣的 只不過這個靶帶是放在左手邊 原理上就是把機身擺放 即是儲錶要儲得一對 還有這款特別版限量250呎 即是不少的 你猜一下這款錶 這麼特別的規格 在賣多少錢呢? 這樣啊 無論如何是五位數 是五位數的 不過是標價是五位數 標價這款錶是11000 其實截完之後 不用一萬 你就可以找到一隻自家機身 這麼特別錶帶的法國牌子手錶 嗯 ユ妈